大家好我是S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教育老师 又来到了格局的时间 今天的格局很特别 是一个风花雪月的格局哦 那我就不剧透了 一样请教育老师来介绍 好这个格局的名称叫做 贪狼内狼多盈益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注解 此名为桃花乃好色之心 不容窃背心有嫉妒 因肩谋夫害子重不自此之 圣淫益罪宴 听起来有点复杂 对啊 此名为桃花乃好色之心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贪狼心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最大的一颗桃花心 在斗树上面 在古人的思维里面 这个桃花旺的人 就会跟好色画上等号 尤其是形容女性的时候 再加上贪狼心这颗 又是欲望之心的心要 那在传统的这个社会当中呢 女人怎么可以有欲望呢 好那更别说这个贪狼心 与人之间呢热情和善没有距离 那在古代呢 女生只要跟男生稍微 距离近一些的时候呢 多讲两句话的时候呢 就会被认定说 他不守护道啦 他该去进猪笼啦 不容妾臂心有嫉妒 好那这个妾臂呢 在古代的家庭里面的地位呢 是比较低的 通常呢都是不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 明媒正取 即可以成为这个家中男主人的性配偶 那贪狼心的欲望呢 会让他不只想要成为妾臂而已 因而产生的嫉妒之心 想要占为己有 因羡慕欲望之心 而产生的嫉妒之心 因兼谋夫害子重不自此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即便是这样子 但是呢 他不会呢 因为自己的嫉妒之心呢 而谋害自己的亲夫 或是伤害孩子 他不至于会做这样的事情 圣淫义罪宴 好 这个宴呢 是检验的意思 是检验的古字 在这边的意思是征兆的意思 意思是说呢 他顶多呢 就只是会荒淫放纵的这个 只有这个真相而已 那现在的社会呢 风气比较开放 那太狼心呢 与人热情没有距离 那反而呢 可以运用在人际关系上面 那有人缘有人脉 在这样子在社会上处事的话呢 也满吃香的 还不错 那更何况呢 太狼心呢 他除了好人缘之外呢 他在学习各项事物上面呢 他也充满了这个欲望 无论呢有什么样的话题呢 他都可以聊 那因此呢 他也是我们十四祖星里面呢 最聪明的一颗星药 从刚刚嘉宇老师的解释当中 想必大家有发现 其实贪狼心他非常的善良哦 他并不会去谋害他自己的丈夫 或者是其他悲戒 产下的小孩 那他最多呢 顶多只是跟人之间的距离 可能保持的没有那么的好 以及他就是略有嫉妒之心 但我问问大家 十四祖星当中哪一颗祖星 不会有嫉妒之心呢 好30秒过去了想必是没有嘛 是不是 对 所以呢 这个被古书写的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其实放在现代里面 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 那又何谓就是淫荡之说 而且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短暂 反而能够让他就是容易打入人群 非常适合当业务的一个强项呢 在格局里面如果有看到 提及这种就是所谓的淫荡啊 或是下见的格局 大家都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急着对号入座哦 那我们的格局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帮我们订阅 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只格局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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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